進劇場看戲一出好的體驗感官是 你是沉浸在這個演出的 你不會被這些外界的東西去影響 所以他們不應該被看到 這一次就是讓他們攤在陽光下 讓你來看他一次 台灣的表演藝術環境就是 跟其他國家比較不一樣 就是一個禮拜就要完成一檔製作 中間還要有彩排 我們講技術彩排 演員要加入導演要加入修整 非常非常的緊張 早上九點就要開始工作 晚上十點才下班 而且這是正常的工作時數 如果以節拍器 他大概從週一開始 就是180的高速在不斷的跳動 順利的話大概在禮拜五的晚上 演出結束之後 會慢慢大概降到八九十 因為已經正常的運轉 但這次運氣順利 那不順利的話就持續180 甚至是220再往上跳 因為要趕工 劇場是跟人有關的表演 必須所有事情都要協調 都要溝通 之後它才能發生 它不是一個你覺得 我覺得該怎麼做 它就可以怎麼做的事情 沒有一個所謂的 誰高或誰低 誰要follow誰 真的要細節的講 就是這一位舞台監督的角色 他比較特殊的是 在演出的當下 他掌控大局 應該說永遠都還會繼續在發展中 因為科技進步 然後網路開始發達 特別在近幾年 網路這件事情 大大的影響了劇場 這樣子 今年的疫情 我覺得也會大大的改變 不管是劇場 或所謂技術劇場的模式 劇場技術人跟劇團也好 演出單位也好 是不簽約的 不是不願意簽 而是不需要簽 因為其實就是口頭 就是一個信任 就是幾點你就會出現 就是會出現 但等到這次疫情發生 大家真的遇到問題 需要去申請紓困的時候 才發現老天爺要舉證 居然是要舉LINE裡面的對話 所以 開始意識有一點不一樣 開始大家有概念 所以也在今年 上個月吧 上個月 台灣的技術劇場 人們也自己成立了一個工會 建構這個 我們所謂的制度 但 還在發展中 這一個桌子 叫舞台監督桌 舞監桌 他基本上 他在call queue的時候 就像他剛剛 在演出的時候 他做的事情 就大部分會在這一張桌子 附近去完成 所以你會看到 他有通訊設備 然後最重要的是時間 因為他 在劇場裡面的時間 他必須要看顧 因為有些人埋頭苦幹 就忘記了時間 演出的時候 他可能算是一個 操控大局的角色這樣 然後這是舞蹈地板 就是我們演出的時候 都會鋪設在地面上面 讓演員在舞台上 不會受傷 那通常這個工作都會是 舞台技術指導 要帶著舞台技術人員 去把它鋪設完成這樣